品味电影回忆美好时光 欢迎来到葫芦娃小剧场第35期 我是光哥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部话题比较沉重的电影 鬼香 这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电影 并没有像其他此类电影一样 将焦点关注在日军的暴行 而是清心平实地拍摄这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电影背景是1943年日军殖民韩国时期 女主角珍民正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动荡的年代中 不过好在山高水远尽管外面战乱纷纷 在上演间生活的珍民一家并没有受到外界的打扰 在山里和好友们玩玩著名藏 在田地里和父亲唱唱歌 母亲虽然会因为顽劣教训珍民 但到了夜里也会摸着珍民的伤口默默流泪 珍民的生活单调 但也惬意宜人 而这一切在日军的到来中都成了过眼云烟 14岁年轻漂亮的珍民 没悬念地被日军带走了 除了母亲给家乡的地址与护身符 珍民什么都没有带走 珍民被日军带上了火车 在车厢中还有十几个差不多年纪的女孩 她们什么都不知道 以为只去鞋场做工 在狭隘的车厢中 珍民结识了胆小害羞的女孩英希 为了安抚英希 珍民将母亲做的护身符也给了她 列车停在了日军基地 女孩们像货物一样 被日军们审视挑选着 她们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 就像一群带宰的羔羊 日本女官询问了大家的年龄后 年龄最小的珍民被带走了 维安所就像一个风潮一样 一间间隔断的小房子 一个个门牌 一条充斥着哭喊私民的走廊 在门外排着队 等候着军队福利的日本军人们 却调笑享受着这一切 女孩们的嘶吼哀嚎也仿佛成为了她们耳中的赞歌 珍民也没能幸免 成为了慰安所中的一员 一名年幼的慰安妇 暴力污秽谓 在最美的年纪里 女孩们见识到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在唯一悠闲的午后 女孩们即使拖着残破的身躯 一瘸一拐 连腿都难以并容 但却依旧享受着这个午后的阳光 在湖暗的地狱中 这片刻的惬意便是她们唯一的希望 一天善良的日本士兵 田中来到珍民的房间 他们又选了清饭 只是单纯的让珍民休息 几天后 田中给了珍民一份部队地图 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 但他希望珍民可以逃走 在逃跑计划中 女官为他们打了掩护 但漫漫黑夜 他们依旧走散了 善良的珍民不忍心看到队友遭受处罚 放弃了逃跑机会 与英熙回到了慰安所 但即使这样 他们依旧在夜色中 被军官当众拔的金光 一天几个生病的姑娘坐上了车 说是带他们去医院 其实是去万人坑 在其他人都射击后 田中没有忍心开枪 结果长官把田中一枪打死 将他和这群女孩的尸体一起分烧 1943年 战争渐渐进入了后期 日本军官接到命令 他将女孩们赶上了车 珍民知道 他们即将面对死亡了 珍民并没有因为 未安妇的日子而绝望 而胆小的英熙 却早已麻木不堪 就在这些女孩 即将被枪杀之际 朝鲜兵就打了过来 珍民拉着英熙 在战乱中逃算 朝鲜军胜了 但一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士兵 却开出了他最后的一枪 珍民为英熙挡下了子弹 将躯体与灵魂 彻底的埋在了这鬼箱之中 故事的最后 被救下来的英熙 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为珍民和那时所有的女孩 举行了招魂仪式 帮他们魂归家乡 影片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下面光哥和大家聊一聊 导演并没有大篇幅的 使用暴露和血腥的镜头 去讲述慰安妇的悲惨 或者绝望 需要表现人间地狱 导演只用了一个俯拍镜头 仅拍摄像风潮一样的 慰安所中的士兵与女孩 就让人深深的体会到了 地狱的模样 而这也正是电影最精彩 也最想表达的 历史需要铭记 但我们不能借用 受害者的名义去回忆 或者是铭记 一次次撕开他们的伤口 并不是保护他们 而是在将他们推向死亡 电影中白发苍苍的英希 在听到政府工作人员 对VMF的吐槽时的暴怒 正是这个群体们的呐喊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葫芦娃小剧场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 评论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